对你一日无补,你得强烈地要求,把徐轩的狗东西送回中国去, 让他上秦城陪中,康宁的话打麻将去啊, 还付着黄森林军。 如果你不老老实实地给人民办事事,办真事, 你的下场跟他们也好不到哪去。 天经协议就是你,接受了徐轩的建议搞出来的,跟美奸谢尔曼搞出来的。 完了把大使馆的帐子拆了,徐轩还那么嚣张,敢接着编造冤假作案,欺负网民。 有本事你们就接着来啊,你不有公安部的保镖吗? 那几十个,又是当街卢馆,又是骂娘的,接着来啊,怎么不敢了? 受主收拾了,是吧?你主子收拾你们了啊。 想,最懒教,就老老实实给老百姓解决问题, 让老百姓没有家园,没有财产,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 那你们就别想交停。记住我的话啊,十一月份之前, 你大老板来华盛顿访问,去旧金山开会。 就是你们,当官的,当官的一切。 抓紧时间,给老百姓解决问题。 在十一月份之前,解决完问题,你才有前途,你才有官位。 否则你会啥都没有,记住我说的话啊。 谢峰,听清楚了吗? 在国内没敢跟你这么说话,是不是? 我们在海外人说话,连听都不敢听。 坐在窗根里偷拍。 算什么本事啊? 谢峰,出来。 没人咬你,也没人害你。 出来吧,敢不敢啊? 谢峰,听见人民的声音没有?出来。 结案吧,现在是给你机会,改过自新的机会。 你要抓住机会,否则你不将后悔终生。